坐落于洛杉矶西克维纳市 PFA分公司开议的当天 南加州政商各界要人都细数到场之后 因为新写字楼落成剪彩 PFA公司成立于1989年 总部设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是一家全美连锁的金融保险经销公司 代理多款当今金融市场上畅销的人寿保险理财产品 这个office的开业是给我们华人 在南加州提供的另外一个平台去创业 另外一个家 PFA洛杉矶分公司的负责人 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 移民美国后 通过不懈的努力 成为一个年轻优秀的企业家 也是美国年轻人创业成功的典范 开West Covina Office 不只是我和Y这个的office 这是大家的office 这是West Covina Office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 让华人能在这个平台上创业 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大家来美国不是为了打工 朝九晚五赚一个时薪的 我希望在PFA能完成大家每个人的梦想 我们是关爱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关爱整个社会 因为我们产品是帮到很多很多人 当天的庆典活动 是由PFA董事长 Jack Wu和全美总裁蓝姐 亲临现场主持 PFA全美各地的经理们 也都以花篮的形式送上祝福 据悉 西克贝亚市PFA分公司的成立 是PFA在加州的第五十五家分公司 虽然年轻 但可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资产管理需求 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王福明 洛杉矶报道